各位弟姐妹,我们继续看格林多人的前书 上次看到1-6章结束 在第七章,他一开始 在保禄中途开始讲一些特别的问题 是格林多人教会问他的 好像是一个问答的时间 两边有书信,他们也有实际的问题 要问他 在第七章,直到我们会看到第十一章 就会看到他开始讲一些实际生活上的问题 特别是讲什么呢?有关分配 有关夫妇之间的贞结和夫妇之间的关系 他会讲有关拜过偶像的肉食 接着有一些他自己灵修的 和一些生活上的理解 他自己的一些理解 和一些他呼吁的人,尤其是说出他自己本身首读身 和呼吁其他人都去学习的一件事 最后在第十章,十一章就开始讲有关团体里面的一些问题 尤其是十一章讲有关团体里面的贫富之间 和他们的聚餐的时候出现一些严重的分裂的问题 分歧的问题 还有他这里也在十一章 特别是讲有关离撒圣祭的庆祝 那个圣体圣血的他保禄所讲的教导 我们由第七章今天开始看 《道理门信上所写的事,我认为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 可是为了避免淫乱,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 女人当各有自己的丈夫 丈夫对妻子该尽他应尽的义务 妻子对丈夫也是如此 妻子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主权,而是丈夫有 同样丈夫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主权,而是妻子有 你们切不要彼此规负 除非两双情愿暂时分房 为诸慕祈祷 但事后仍要归到一处 免得撒丹因你们不能折制 而毁灭你们 你们不能折制 这些说法是在这几句说法 保禄说了一些其实在那时的时代 也挺惑时代的一件事 听下去好像男和女 好像里面有一些说法是说的 夫妇之间 他说最好不结婚就是最好 但是如果你控制不了 如果你是不能掌管你的情欲的 那结婚就好了 但结婚不是为自己 结婚是互相交托给对方 所以他这句言语也挺强烈的 就算今天听到会窄一窄 何况当时结婚的男女 你的身体不属于你 是属于对方的 因为二人成为一体 二人成为一体 我说者说 愿是出于欢容 并不是出于命令 我本来愿意众人都如同我一样 可是每人都有他各自得志天主的恩宠 有人这样 有人那样 他自己是守独身的 但他不要求所有人守独身 所以有些人可以做到 就尽量做 做不到 或者他召叫是应该建立家庭 生子女的 就应该尽他们的职务 做这件事 他之前也说男女的夫妇的结合是好的 结婚就不要没有男女夫妇的事 然后房事是一件好事 他在这里说到 这个到今天都是一个障碍 在中国人 甚至有些西方人都是 但是中国人特别是 男女结婚之后 不说不谈不理这件事 那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 因为中国人传统的那种思想 是不说这些事 觉得这些事是污蔑的 觉得这些事是很尴尬的 但保禄不是这么说的 男女的房事 夫妇的房事是一件好事 是正常的 是应该一起的 我对哪些上未结婚的人 特别对寡妇说 如果他们能止于现状 就我一样为他们祷好 但若他们折制不住 就让他们分嫁 因为以其肉火中烧 倒不如结婚为妙 至于哪些已经结婚的 我命令 其实不是我 而是主命令 妻子不可离开丈夫 若是离开了 就应该持身不嫁 若是仍与丈夫和好 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 原文应该是 丈夫是不可以休了妻子 因为那时候 妻子没得休了丈夫 可以走了 但丈夫可以无缘无辜 休了妻子 她是绝对反对这件事 你是结婚的 就应该尽量修和和好 不要离婚 如果离了一日 不要再嫁 不要再娶 对其余的人是我说 而不是主说 倘若某弟兄 有不信主的妻子 妻子也同意与他同居 就不应该离弃他 倘若某妇人 有不信主的丈夫 丈夫也同意与他同居 就不应该离弃丈夫 因为不信主的丈夫 因妻子而成了圣洁的 不信主的妻子 也因弟兄而成了圣洁的 不然你们的儿女 就是不洁的 其实他们却是圣洁的 那时候产生了一个问题 就是单方面 两夫妇一个信 一个不信 今天都面对很多问题 今天就反过来 未结婚之前 一个信一个不信 结婚是怎样的呢? 但保禄不是说过的问题 保禄是两个都未信 其中一个信了 结婚之后 结婚的夫妻 其中一个信了 那怎样呢? 如果可以接受到 配偶是信的 那就好了 因为你可以圣派他 但若不信主的一方 要离去 就由他离去 再紧一种情形之下 兄弟或姊妹不必受拘束 天主召叫了我们 愿是为平安 因为归化之后 未信那一方 接受不了 那他走了 那怎样呢? 所以就是因为 他写这一句说话 现在的婚姻无效法庭 是尊重这个叫保禄特权 就是可以瓦解这些婚姻 信了之后 未信那一方的配偶 离去 因着他的转化 接受不了 要离去 教会是有权 直接保禄这句说话 瓦解这个婚姻 不是两方面谈不出现其他问题而离婚 而是因为其中一边转化 信了基督 另一边不信那方 接受不了他的生活 他的信仰 要求离婚 教会是可以瓦解这个婚姻的 因为你这位妻子的 怎么知道你能够丈夫呢? 或者你这位丈夫的 怎么知道你能够妻子呢? 此外 主怎样分级了各人 天主怎样照顺了各人 各人就该怎样生活下去 这愿是我在各教会内所分事的 有人是受割损后蒙照的吗? 他就不该掩盖 割损的记号 有人是未受割损蒙照的吗? 他就不该受割损 受割损算不得什么 不受割损也算不得什么 只该遵守天主的戒命 各人在什么身份上蒙照 就该安于这身份 你是作奴隶蒙照的吗? 你不要介意 而且即使你能成为自由人 你也明要守住你原有的身份 因为作奴隶而在主内蒙照的 就是主所释放的人 同样 哪有自由而蒙照的人 就是基督的奴隶 你们是用高价买来的 切不要做人的奴隶 弟兄们 各人在什么身份上蒙照 就在天主前 安于这身份罢 普禄就论了那时候 各人有各人的 种种不同的身份 有贵 有贱 有主 有奴隶的 有做主人的 有结婚的 有不结婚的 有进了犹太教 行了各选礼 有外邦人 未行各选礼 他说这些分别 完全不重要 最重要就是 我们知道 每一个人信了主之后 我们都是 完全属于主的 爱在这些东西 我是奴隶 是主人 是男 是女 是各选 美各选 总之是在我们原有的崗位 是不要变 但是知道自己是被主释放了 我是完全属于他 所以做主的奴隶 不是压抑性的 是甘愿侍奉他的 在这里有人批评保禄 说他不主张 在文字上反对政府 或者反对一些 比如这个奴隶制 这个人不正确的 他不是在说这些东西 他不是在说社会不公义 不要站起来 他在说最重要的 首先就是我为自己 如果我是奴隶的 首先是为自己 就是我是不是属于天主 首先我自己知道 天主释放了我 我是属于天主 我是为我爱天主 而服侍我主人 就是改变了 我不是属于我主人的心理 但是为了保护那些被迫害的 被abuse的 被种种的奴隶制 那是另外一件事 保禄不是严禁他们 不让他们这样做 而我们自身内在那一阵 要搞清楚 所以不要跟人比较 我在哪里的崗位 我在哪里开始的 在那里被天主圣化 知道我是属于天主 我是被他释放 被他爱的 从那里站起那个位置 其余的 从那里跟随那里出来 轮到同身的人 就是未结婚的人 我没有主的命令 只就我蒙主的人词 作为一个忠信的人 说出我的意见 为了现时的急烂 依我看来为人这样倒好 就是 继续是未结婚的好 因为他现时的急烂是什么 急什么 急什么 就是他们觉得现在的开始迫害 就象征了耶稣很快会来 如果耶稣很快会来 那你可以不结婚的 你就不要结婚了 你无谓了 因为结婚是为什么 结婚是指示给我们 去学习 怎么样去跟天主永远在天堂的结合 婚姻所以正是在现世 在将来是没有的 现世的婚姻是教动我们 作为一个标记 人与人之间的爱要学习 怎么爱在婚姻之中 建立家庭之中的责任 就指明给我们看 我们在准备天上永恒的爱 跟天主的爱 弟兄姊妹之间紧密地的那种爱 这个指向 指向一个短暂的一件事 指向永恒的关系 所以这里他说得正确的 如果耶稣很快会到 那结婚没什么意思 但是最后原来耶稣不是立刻到 你有妻子的束缚吗 不要寻求解脱 你没有妻子的束缚吗 不要寻求妻失 但是你若娶妻 你并没有犯罪 同女或出嫁 也没有犯罪 但是这等人要遭受 肉身的痛苦 他不是踩婚姻 但是他自己觉得是一个束缚 他迟些会解释的 我却愿意你们免受这些痛苦 弟兄们 我给你们说 是限是短束的 今后有妻子的 要像没有一样 哭一的 要像不哭一的 欢乐的 要像不欢乐的 购买的 要像一无所得的 享用这世界的 要像不享用的 因为这世界的局面 正在世去 我愿你们无所挂虑 没有妻子的 所挂虑的 是主的 想怎样 月落 主 这要解释 取照妻子的 所挂虑的 是世俗的 是 想怎样 月落 妻子 这样他的心 就分散了 没有 有丈夫的 婦女 和同女的 所挂虑的 是主的 是 一心 是身心 圣洁 至于 已出嫁的 所挂虑的 是 世俗的 是 想怎样 月落 丈夫 我说这话 是 为你们的 益处 并不是要 设下 圈套 陷害你们 而只是 为叫你们 更齐全 得以 不断地 专心 是主 若有人 以为 对自己的 同女 待得 不合意 怕 他过了时 或年龄 而 事在 必行 他就可以 随意 扮你 让他们 成亲 不算 犯罪 但是 谁若心意 坚定 没有不得已的事 而又能 随自己的 意愿 处置 一样心里 决定要 保存 自己的 同女 的确 做得好 所以 谁若叫 自己的 同女 出嫁 做得好 谁若不 叫他 出嫁 做得 更好 这个很明显 保禄 是 说 很急切 耶稣会来 所有东西 都会 逝去 OK 那 不要改了 结婚的 好 将他的美丽 拿到尽 拥抱 生儿育女 不要保留 未结婚的 如果可以保持 未结婚的 好 拿到尽 将这份单身的 那份自由 完全专注在主那里 服事他 是那些结婚的 做不到 因为他有 世贸 要做 要 越乐 他的配偶 要 生儿育女 要教导 下一代 会用了 那些时间 但如果 专注于天主 你又可以单身的 去到尽 这个是保禄那种 要么是全部 要么是没有 要么是放 放 开 要么是全部收 所以你看到 他这种 要么是不丟 要么是丟 的一个心情 而他很明显地看到 他自己的偏向就是说 单身 完全事奉主 是更好的 今天是否这样想呢 今天政府 今天教会 教会开始看就是说 不是 其实两边都有 侍奉主的空间 但是是否容易分散一些呢 入了世贸是会的 但不是代表 不能成圣 是一样会成圣 所以不要 将他这个 更好变成 会成圣一些 而是 更可以 一条心 只是为天主 是容易一些 还有会澎湃一些 这个是真实的 丈夫活着的时候 妻子是被束缚的 但如果丈夫死了 他变自由了 可以随意嫁人 只要是在主内的人 束缚这里 他说了几次 就是婚姻 好像一个束缚 我想要解释 他不是说 好像很负面 让他被一个配偶 哭住 束缚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自由地去再嫁娶 束缚这个是受约束的 受婚姻盟势所约束 这样的意思 可是按我的意见 如果他仍能这样 手下去 他更为有福 我想我也有天主的圣神 手下去 如果是配偶死了 可以守寡 单身 有如我一样 他说 我都有天主的圣神 我觉得这个是好 这个是自己的意见 他自己的意见 他就说 我 prefer 我企好多些 就是你最好 不要嫁娶了 但是再强调 就是这里不是说 嫁娶是坏事 各人有各人召叫 各人有自己的成性的路 第八章就是说 祭过邪神的食物 特别是那些肉 之前我讲 格林多这个十八章的时候 我讲过就是 有两个情况之下 他们会接触祭过邪神的食物 一个就是 基本上 街市买来的肉 是已经在他们宰杀那一刻 他们格林多人 就相信 那个宰杀的行动 在一个逃房那里 因为那个文化 那个接纳走的东西 他们觉得斩杀在一个逃房的时候 是已经祭了给 他们城里面那些多神的偶像 所以在街市买鸡肉 所以在街市买鸡肉 众人的观念就是已经祭了神 这是其一 第二个就是有些是真的拿去祭神 很多外邦人是会在祭神的地方 买鸡肉的 或者是去那些地方吃东西的 那这就是另外一样东西 就是你去神庙那里吃东西 那些就是摆明 告诉人们 我是吃拜过偶像的肉的食物 我们在讲两种东西 他在这个第八章 和迟些第十章 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 都会有再讲的 自论制邪神的欲 我们知道我们都有知识 但是知识只会使人傲慢自大 爱得才能立人 若有人自以为知道什么 这事他还不知道他该怎样知道 然而谁若爱天主 这人才为天主所认识 他在讲什么 知识是永远不够的 我们知道 只不过是更加我们知道 我们什么不知道 就是我们越知道多在脑袋里的东西 就越知道自己有多少不知道 但是更重要不是在脑袋里 跟着一个心里 如果我们爱的话 我们就不是讲我知道什么 是我明白到天主知道我 我懂什么 至少说保禄 我懂什么不要紧 最重要就是我知道天主认识我 我属于他 自能吃制邪神的欲 我们知道世上并没有什么邪神 也知道除了一个天主爱 没有什么神 因为虽然有称为神的 或在天上或在地下 就原谅许多神和许多主 可是为我们只有一个天主 就是圣父 万物都出于他 而我们也归于他 有只有一个主 就是耶稣基督 万物值他而有 而我们也值他而有 不过这种知识不是人人都有的 有些人直到如今因拜惯了邪神以为所吃的事 祭邪神的欲 因为他们的良心软弱 就受了玷污 其实食物不能使我们取悦于天主 我们不吃也无损 吃也无益 但你们要谨慎 免得你们这自由的决责 成了软弱人的半脚石 因为如果有人看见你 这有知识的在邪神妙女坐直 他的良心若是软弱 岂不受到鼓励 而去食 制过邪神的欲骂 那么这软弱的人 基督为他而死的弟兄 也就因了你的知识而丧亡了 你们这样得罪了弟兄们 商了他们软弱的良心 就是得罪基督 为此倘若食物使我的弟兄跌倒 我就永远不吃肉 免得叫我的弟兄跌倒 那么这些特别是说 就是去这些神妙的地方吃东西 他说为基督徒来说 自身来说 因为我们知道 这些不是真的的神 是人做出来的金银石像 他不是说拿肉去拜魔鬼 邪灵那些是拜人造的铜仗 铁仗 铁仗 银仗 银仗 金仗 那这些不是神来的 所以他说我们有这个知识 我们也知道天主爱我们 所以吃与不吃这些肉是没有关系的 意思就是说我们吃这些肉自身来说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但是因为也有人没有这个知识 也不知道被天主爱 或者是刚刚新信入教的 他们不知道他们以为这些真是拜了这些真是其他神 那我吃呢 虽然我吃的意思不是拜这些神 因为我不相信这些神 但是他看到我吃 他走去吃 他内心因为没有这个知识 没有这个分辨 他就会真的觉得自己拜了其他神 所以我吃与不吃 如果被他们看到 就会影响他们在信仰上会走偏 所以保禄就会解释 祭过邪神的肉 无论在街市就买回来 别人说已经祭了 或者我真的去那些祭过的地方 买在那里坐下吃 就已经不是这件事是不是有没有拜过邪神 而是我怎么影响其他人 而决定我吃与不吃 再讲得明白一点 就是说我要知道我所做的行为 怎么影响其他人跌倒 是比那件事背后是不是真的拜过邪神 这个是见到保禄是用牧民的方法 解决一个他们很实质上的一个问题 一个神学上的问题 神学上就是究竟有没有真的拜过邪神 其实是没有的 因为没有这些神 你说所谓拜是别人拜不是我拜 别人用救浴去拜过邪神 救浴是不是变了呢? 不是的 救浴没有变了 因为没有这些神 这些神是假的 是虚患的 救浴仍然是天主创造 是好东西来的 那我吃 我没有拜过邪神 我没有问题 但如果我吃会令到别人去拜邪神呢? 那我不吃了 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忠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内所见的工程吗? 纵然我为别人不是忠徒为你们我忠徒因为你们在主内正是我任足忠徒职份的印证 这也就是我对哪些人的答达 难道我们没有取得饮食的权利吗? 难道我们没有权利攜带一位为姊妹的妇人与其他的宗徒或主的弟兄并刻法一样吗? 或者 唯有我和巴亚纳伯没有不怒作的权利吗? 谁当兵而自备良享呢? 谁种植葡萄而不吃他的出产呢? 谁目放羊群而不吃羊群的奶呢? 我说这话难道是按人之常情 法律不是也这样说吗? 大家如果觉得拨头这一连串的突然间转了另外一个题目 就是保留他说什么呢? 他在说作为忠徒 作为忠徒是有权利在他的管治、目放、建树的教会之中拿薪金 他们是有权利是获得他们所建立的教会里面的人 去捐献出来去支持他们的 原来梅室法律上记载说 欧在打牢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 难道天主所关心的是猴吗? 岂不是完全为我们说的吗? 的确是为我们记载的 因为泥地的将怀着希望去泥 打牢的也怀着希望有份去打牢 若是我们给你们散播神色的恩惠 而收割你们那属物质的东西 还算什么大事 这个说得更加明白了 就是说牛去帮你去耕种都会吃那些牛的农作 何况我们在天主的葡萄园里面耕种 我们不是应该吃你的饮你的吗? 如果别人在你们身上尚且分享权利 我们岂不更该吗? 可是我们没有用过这些权利 反倒忍受你一切 免得基督的福音受到妨碍 保禄在这里说 我是有权去拿你们的钱 去吃你们的食物 但是我选择没有做这件事 因为我不想因为我要你们支持我 而你们觉得我是拿来作素 好让你们更容易接受福音 你们岂不知为圣事服务的 就靠圣殿服务公职于祭坛的 就分享祭坛上的物品吗? 主也这样规定了 全福音的人应靠福音而生活 可是这些权利 我一样也没有用过 可舍者说并非要人这样对待我 因为我宁愿死 也不愿让人使我这夸耀落了空 我若传福音 愿没有什么可夸耀的 因为这事我不得已的事 我若不传福音 我就有和了 假使我自愿作这事 便有报酬 若不自愿 可是责任 以委托给我 这样看来 我的报酬是什么呢? 就是全部福音是白白地去传 不享用 我在全福音是 可享用 的福利 我原是自由的 不属于任何人 但我却使自己成了众人的努力 为赢得更多的人 这个保禄是在表明心绩 可能有人质疑他 可能团体里面 或者外面有人说 他来拿着素 但是他在表明 我有这些权利 是人之船成的 我在你当中服务 你们服务我 不是一个贸易 而是一个公义 而是一个权利 是属于我的 但是我由此至终 没有要过你一分一熟 之前也有说过 他用双手 日做夜做的 在德萨洛尼也是这样 在格林多也是这样 他做什么? 做这个帐篷 他本身的守卫 为了什么? 不要令到他们负担 如果他需要押外的钱 是菲利伯的团体给他 由北面 只是那一个团体 他肯受的钱 给他去做任何事 他是一分一熟都不受的 他在格林多人后书都有再说的 这本书迟些都有再说的 就是他用这件事为夸耀 好让更多的人可以免费地得到福音 他说这个不是他甘愿做 不是代表他不愿做 而是说天主是有一个特定的派遣 要去做这件事 所以他不传福音 他说我就有和了 我们问自己就是 我不传福音 我会不会觉得像保禄那样 我有一个派遣 有一个责任 而我们其实领洗领坚振的时候 我们是被派遣了 要传福音 我们同样是不传福音 也是有和的 又或者我们传福音 会不会是根根计教 在教会做了事 在团体做了事 在家庭里面容忍了别人 人家不想识 人家不认同 人家不多谢我们 我们是不是会紧紧于怀呢 还是我们好像保禄那样 有这个胸襟 我是免费的 你不赞同我 你不多谢我 我是可以无所谓的 因为这是一个派遣 不是一个交易 不是因为有人多谢我 所以我做 而是我必须要做 因为这是我天主想做的事 天主要我做的事 所以我们也要一方面 赞叹保禄那份的心情 而那份是检讨 我是为了什么的 我有时不开心 是不是因为 其实我不是在送 交我自己这份心情 爱的心情 福传的心情出去 但原来我是想从中取利 取别人的赞赏 取别人的认同 取别人的多谢 对犹太人 对犹太人 我就成为犹太人 为赢得犹太人 对于在法律下的人 我虽不在法律下 认成为在法律下的人 为赢得那在法律下的人 他是说犹太的法律 那特别是 废除了的理智上 割损了那个盲弱的法律 对那些法律以外的人 我就成为法律以外的人 为赢得那些法律以外的人 其实我并不在 天主的法律以外 而是在基督的法律之下 即是爱的法律 十戒爱的法律 对软弱的人 我就成为软弱的 为赢得那软弱的人 对一切人 我就成为一切 为的是总要救赢人 我所行的一切 都是为了福音 为能与人共沾福音的应许 你们岂不知道 在运动场上赛跑的 固然都跑 但只要一个得掌赏 你们也应该这样跑 可能得到奖赏 凡比武竞赛的 在一切事上都有节制 他们只是为得到可扭坏的花观 而我们却为得到不扭坏的花观 所以我总是这样跑 不是如同无定向的 我这样打拳 不是如同打空气的 我痛击我身 使他为路 免得我给为人报 报折 即是报这个福音 而自己反而落选 你看到他一个战士 我要赢得灵魂 我就愿意 尽管委屈自己 迎合人家的空间 为软弱人变成软弱 为犹太人变成犹太人 为爱帮人变成爱帮人 一切以基督的爱为首 为赢得他们 至少能够吸引到他当中某一些 这个就是他要赢那个 不扭的花观 不扭的掌赏 这个就是他要结的果实 三十六十一百倍的果实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目标 有没有这样的心情 有没有这样的坚持 有没有那份的火 如果没有的 我们愿不愿意去求呢 求了愿不愿意去落实去做呢 弟兄们我愿意提醒你们 我们的祖先都曾在云柱下 都从海中走过 都曾在云中和海中受了洗 而归于梅室 他在说出谷记 穿过红海的时候 有天主的火柱云柱 他保护和带领他们 还有红海分开了 他们在中间经过 他就说这个都是洗礼 但是梅室的洗礼 都吃过同样的神量 这个是玛纳 都喝过同样的神饮 原来他们所喝的是来自伴随他们的神盘石 那盘石就是基督 这个是玛撒和墨泥巴 那里梅室敲那个石头涌出的水 他说那块石就是基督的象征 的预像 但是那是过去的 过去是这个影射将来 如满在基督那里真正的领洗 真正的那份的云柱火柱 那个新的盟约 和真正的活水 来自基督的圣神 可是他们中多数不是天主所喜悦的 因而倒闭在旷野里了 这些事都是我们的鸣证 为叫我们不贪恋恶事 就如他们贪恋过一样 你们也不可遂拜邪神 就如他们中有些人敬拜过一样 如同经上记载说 百姓坐下吃喝 起来就玩乐了 我们也不可淫乱 就如他们中有些人淫乱过 一天内就倒闭了二万三千人 他在说那四十年旷野里面 他们就算洗礼了 在红海里洗礼了 有了盟约这个云柱 喝过活水吃过天堂下来的食物 马纳和盆石的水 但是因为他们拜邪神 这个金牛毒的问题 这个西乃山 他们淫乱 多次淫乱 在西乃山又淫乱 去到摩阿布的时候 又犯了淫乱 拜了那里的邪神 而因而天主令他们被蛇咬死 有一堆 地开了地裂 又死了一堆 因为这样而被刀剑杀死 有一堆 最多的死了 这个数字在旧月是没有的 他们自己 给犹太人自己的interpretation 说曾经有一次二万三千人 就是被蛇咬死 地裂开所死的人 对这个不熟悉的 不要太担心 这个旧约 在这个出谷记里 和文数记当时有说的 Numbers和Exodus也有说的 我们也不可试探主 就如他们中有些人试探过 为蛇所殲灭 你们也不可抱怨 就如他们中有些人抱怨过 为毁灭者所消灭 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这一切事 都是为吸人作铐证 并记录了下来 为劝戒我们 这生活在世末的人 这个总是末世的时候 我们觉得耶稣很快来 生活在末世 所以凡自以为站得稳的 无要小心免得跌倒 他们在说 以色列人四十年在抗野 是以他们为监 以及戒 他们都领洗了 以他们所知 和天主建立了盟约 但是盟约本身不是保证 同样我们领于洗 我们现在有性体 有告解性事 不是保证 我们甘愿堕落 甘愿淫乱 甘愿去不信 甘愿去拜邪神 甘愿去犯十戒 甘愿去做自己自以为是的事 以为自己安全 以为有告解性事 以为有性体性事 随时可以回去天主那里 说句话 得到潘恕的 他说 你要小心 不要这样想 正如当时的人被毁灭 我们这样想 滥用了天主的慈悲 都会自尋毁灭 你们所受的试探 无非是普通人所能受的试探 天主是忠信的 他决不许你们受那超过你们能力的试探 天主如家级人试探 也必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够承担 这个十章十三节 我再讲多一次 我很喜欢这一节 你们所受的试探 无非是普通人所能受的试探 天主是忠信的 他决不许你们受那超过你们能力的试探 天主如家级人试探 也必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够承担 就是说我们所受的试探 是天主知的 他知道我们有多少斤两 是他不会容许我们在试探下而丧亡的 如果我们呼求他 信任他 聆听他 告诉我们这条出路在哪里 所以不要怕试探 不要害怕磨难 尝试很多次都未成功 不要灰心 天主有他的原因 有他的计划 有他的出路给我们 感谢天主 为此我亲爱的诸位 你们要逃避 碎拜邪神的事 我想 我是对明白人说话 你们自己审断我所说的罢 我们所祝福的那祝福之杯 岂不是共结合于基督的血吗 我们所抹开的饼 岂不是共结合于基督的身体吗 他在说圣体圣事 是真实的基督身体 真实的血 有些新派 新教人不承认圣体圣事 他们说保禄没有这么说过 你们将福音的说话夸大 保禄在这里说得很清楚 我们抹的饼 不是基督的身体吗 我们饮的杯 不是共结合于基督的血吗 是基督的身体 是基督的血 保禄都有写 很清楚 格林多人前书第十章 第十六节 因为饼 只是一个 我们虽多 只是一个身体 因为我们众人都共享这一个饼 你们 且看恶血统造以色列的 那些是祭物的 不是与祭坛有分子的人吗 那么 我们我说什么呢 是说祭邪神的欲算得什么吗 或是邪神算得什么吗 不是 而我说的是 外教人所祭祀的 是祭祭邪魔 而不是祭祭真神 我不怨你们与邪魔有分子 你们不能喝主的杯 又喝邪魔的杯 你们不能共享主的盐值 又共享邪魔的盐值 难道我们要惹主法路吗 莫非我们比他还强吗 凡事都可行 但不存有益 凡事都可行 但不存在人见书 人不要只求自己的利益 但也该求别人的利益 凡在肉死上 那么他又回去 再解释 吃败邪神的肉的问题 他说 因为我们共享一个饼 共享一杯一杯圣着 我们在圣体圣血当中 个别和整体都进入了耶稣的身体 所以我们说祭献祭 我们是有一个实质的共用 与那样东西 这就不是说 只是吃过拜过的肉拿回来 我不知道头脑 不知道这个肉是什么 而是说参与去沾染了那个拜邪神 因为格林多很多人去拜惯多神 又进了教会 为你来说要断绝了他的文化 断绝了他的亲戚朋友 仍然做这件事是很困难的 但是你千万不可回去 跟他们一起拜这些神 你街市买回来的肉 自己在家吃没所谓 但是你不能回去拜邪神那里 因为拜邪神 吃他的祭品 以拜邪神的行动当中 我们就是遇过一样东西 窮容 但是我们借着圣体圣血 已经跟基督 跟教会其他人士共用 我就不可以自己 又拿了基督的身体 走去跟邪神共用 凡在浴史上买来的 为了良心的缘故 不必查问什么 你们只管吃吧 因为大地和其中的万物 属于上主 若有一个无信仰的人 宴请你们 你们也愿意去 凡给你们摆上的 为了良心的缘故 不必查问什么 你们只管吃吧 因为那些肉全部都制过的 但是他们没有说 你没有所谓 你就吃吧 别人摆在你面前 你就吃吧 或者我们不信这件事的 别人拜过而已 我不信这件事 我买回来 我自己吃 没问题 但是 但若有人向你们说 这是祭过神的肉 为了那指点的人 和为了良心的缘故 你们就不可吃 可惜的良心不是自己的 而是他人的良心 那么我的自由 为什么要受他人良心的束缚呢 我若以借恩之心参加 为什么我要因借恩之物 要受人责骂呢 所以你们 或吃或喝 或无论作什么 一切都要光荣天主而作 你们不可成为犹太人或希腊人 或天主的教会跌倒的原因 但要如我一样 在一切事上使众人喜欢 不求我自己的利益 只求大众的利益 为使他们得救 那么我又回到同一个教导了 我买在街市 每个人都知道是祭过神的 所谓祭过神 但那些不是真的神 是假的 不存在的神 我买回来 我自己吃 没问题 我去别人家家 别人不出声 给肉我吃 我吃 没问题 但是如果别人说了 我在那个场合吃 我知道会影响了人 会令他们跌倒 会令他们信错 或者因为这样 会令他们以为可以 有拜天主 有拜邪神 那我就不是有罢了 他说这个不是我的不自由 而是我是为别人 所以我愿意 在这方面受约束 那我们今天又如何呢 很多人问 今天也有很多麻烦东西 中国人先拜祖先 有什么那时候算不算迷信 迷信拜祖先的那些 能不能吃吗 可以用同一个道理 而且坦白说 很多中国人拜祖先的那些 他们都相信那些不是神 但他们说拜祖先的那些 那些是怎样的 同样一样 他们不知道的 他们不出声的 你就吃了 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我们吃会令他们跌倒 那就不吃也罢了 那就情愿不好吃了 同样一个道理 你们该效法我 如我效法了基督一样 清赞你们在一切事上纪念我 并照我所传授给你们的 持守 那些传授 这个传授这个字 就是圣传 除了文字 圣经之外 因为保禄这里已经在说 是他第一次讲 有关圣传 有些是没有记载的 是他的榜仰 你们要仿效我 要效法我 是他身体力行 有些是奠定了一个礼仪 不在圣经里面 所以有些基督徒说 唯独圣经 这里是其中一个证据 就是保禄都不是唯独圣经 而实际上保禄写这封信之前 没有什么圣经的 新约 未写下 那靠什么 传授 没有圣经之前 有传授 有圣经之后 也有未记载的传授 但我愿意你们知道 男人的头是基督 女人的头是男人 基督的头却是天主 凡男人祈祷话说先知话 若蒙着头 就是羞辱自己的头 但凡女人祈祷话说先知话 若不蒙头 就是羞辱自己的头 因为他跟了那剃了头发的 完全一样 女人若不蒙头 就让他剪发吧 但若剪发或剃头 为女人算是似肉 他就该蒙头 男人当然不该蒙头 因为他是天主的 肖像和光荣 而女人却是男人的光荣 原来不是男人出于女人 而是女人出于男人 而且男人不是为女人做的 女人却是为男人做的 为此 女人为了天使的缘故 在头上应该有属于权下的标记 然而在主内 女不可蒙顽 男也不可蒙顽 然而在主内 女不可蒙顽 男也不可蒙女 或者说另一个说法 然而在主内 女人不可蒙顽 男人也不可蒙顽 因为就愿女人是出于男人 同样男人也是值女人而生 但一切都出于天主 大家可能听到一头雾水 他们当时的那个时代 他引出来的观念就是这样 因为天主做了阿当 正做厄瓜 所以理解就是天主做男人 男人从中天主用男人做女人 所以男人的次序 变成女人是递属男人 男人是递属天主 我们会觉得很专制 很男拳 很踩的女人 但他这里又说了 女出男 但男又出女 这是一个突破 那时候又很哗然 又不是这个核下那个 而是两个都在基督之下 其实保禄在那个年代 他在说一个很大胆的说话 虽然那时候的理解是天主 男人、女人这个设计 但是男和女是平等的 是共计成者 所以我们虽然今天听到很刺耳 就好像男人要骑着那些女人 但保禄那时候其实有突破 就是我们听到我们女人是递属男人 但是我们是要互相尊重 互相表扬 互相是递属同一个基督 互相要为对方服务 他其实是在说这件事 那时候突破的是这件事 不是我们现在听到他突破的 是女人被男人骑着 你们自己评断罢 女人不蒙头向天主祈祷相宜吗 不是本性也教训你们 男人若触发 为他就是羞辱 但是女人若触发 为他倒是光荣吗 因为头发是吸他当作手帕的 若有人想强辨 那么他该知道 我们没有这样的风俗 天主的国教会也没有 这里让他看到 这是承受的风俗 那现在的文化举变了 这个蒙头与不蒙头 因为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风俗已经不再是这样 这句话也不再可以实行了 因为保禄那时候 他为了说这个风俗 就令到他知道 所有人都接受不了女人不蒙头 所有人都接受不了男人去蒙头 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 但是我们没有这个风俗的文化 现在接受了基督的时候 自然他这番说话也不需要去听 因为没有了意识 我要祝福你们并不称赞你们 这里在说另一件事 我再说一件事 我知道今天说了时间很长 但也很重要 所以今天有时会看到有些人就说 看了这篇 有些女人去彌洒会蒙头 这个没问题的 他喜欢蒙头 没问题 但是有些人说我不蒙头 那你就不可以拿这篇圣经 就说你蒙头是错的 因为保禄的理由是讲得很清楚 就是那时候的风俗是接受不了女人 不蒙头 因为为他们来说是一个羞耻 他是以这个为做基本 所以就说这个是接受不了 我们就不要做一些这样的事 就不是说必然地他不蒙头 就是犯法、犯戒命 侮辱了天主给他的尊严 他不可以这样倒转来争辱 所以今天就是 如果你看了这个圣经 我觉得我想蒙头 没所谓 去蒙头 有些人就说 因为我很美女 不想引诱一些人注视我 应该注视天主 去蒙头蒙念 这个也不是保禄的原因 但是今天可能有这个原因的时候 你去蒙 没所谓 各人按自己的良知 但是就不要拿这套 就说那个人不蒙头 不够蒙经 不够传统 不跟圣经 因为保禄这里不是这样的意思 他是说这个风俗 令到根本没有人可以接受 他说所有人 你明白吗? 男人蒙头是否似玉? 女人不蒙头是否似玉? 根本每个人都觉得是的 但今天不是 这个基础的理据 已经不存在的时候 我想保禄如果在今天 他都不会拿这个原因 来说一个其他要命令他们做的事 他命令是基于那时候的风俗 我要祝福你们并不称赞你们 因为你们罪会不是为得益 而是为受害 首先我听说你们罪会是 你们中间有分裂的事 我有几分相信 这个就是Chloe告诉她 那时候一开始第一章已经说了 因为在你们中间 圆免不了分裂的事 好叫那些经得起考验的人 在你们中显出来 你们聚集在一处 并不是为吃主的晚餐 因为主的晚餐就是 尼撒圣祭 还有他们之后会有个晚餐 一个罪宴 他们叫做爱宴 这个阿卡皮 因为你们吃的时候 各人先吃自己的晚餐 甚至有的饥饿 有的却醉饱 难道你们没有家可以吃喝吗 或是你们想轻视天主的教会 叫那些没有的人收查吗 我可给你们说什么 要我称赞你们吗 在这事上我决不称赞 那时候是怎样呢 在星期日 特别是星期日 他们会聚在一起 但他们平时都会聚在一起 但没有这么长的一个聚会 但星期日他们聚在一起 早的又早的来 自己又自己的来 他们会一起聚餐 然后聚餐之后 会有黎撒圣祭 或者反过来也不出奇 因为不同地方 不同时间有改变过 但有些人早到 会自己有他的食物 吃自己的食物 或者去到那里 不知道怎样 会有多些的食物 吃光的食物 那迟到 或者没有自己的食物 带来的那些 就饿死了 即是不是共融 不是共融去吃一餐 是各自各 贵有贵食 贱有贱食 有的有得食 没有的没得食 这事我从主所领受的 我也传授给你们了 主耶稣在他被交付的那一夜 拿起饼来 触借了 抹开说 这事我的身体 为你们而舍的 你们应这样行 为纪念我 晚餐后 又同样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所 立的新药 你们每次喝 应这样行 为纪念我 这个就是 尼撒圣祭 这是我的肉 这是我的血 保禄是绝对相信 圣体圣事 是真实的耶稣基督的体血 的确 直到主在来 你们每次吃这饼 喝这杯 你们就是宣告主的死亡 为此 无论谁 若不相称地吃主的饼 或喝主的杯 就是干反主体 和主血的罪人 所以人应省察自己 然后才可以吃这饼 喝这杯 因为那吃喝的人 若不分辨主的身体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案 自己审判自己 为此 在你们中有许多有病和软弱的人 死的也不少 但是 若我们先省察自己 我们就不至于受罚了 我们即使受罚 只是受主的惩戒 免得我们 或者世界一同被定罪 所以 我的弟兄们 当你们聚集 吃晚餐事 要彼此等待 谁若饿了 在家里先吃 免得你们聚集 自遭判决 其余的事 等我来了 在座安排 他说你们这样 早来迟来 分别有的吃 没有的 没得吃 就是搞分裂 到了你再之后 吃主的晚餐 他体血的时候 你就将这种分裂 自私 不共用的心态 去侮辱主 你就变成了 吃你的审判 因为你将分裂 自私 自傲 贫富的歧视 带了进去 应该共用的 圣体圣血那里 你就自食其果 因为你将邪恶的事 带进去圣结那里 保禄这些 也奠定了 就是说 我们带着大罪 为什么不能领圣体圣血 就是因为我们 是窃毒着圣体圣血 我们就会 吃和喝 我们的罪 的后果 所以教会说 我们犯了大罪 犯了严重的罪 必须要扮告解正虚拟 圣体就是这样的原因 就是在保禄这里 如果不是教会 不是教会 不是教会 若是教会想保护我们 想治愈我们 不要自食其果 不要窃毒 圣体圣体圣血 不要撕裂 颠污 耶稣的身体 整个教会的奥体 我们必须要省策 搞清楚我是不是 在行爱 服务 为人家服务 自谦自卑的生活 我们今天在这里停止 我好像十步都讲得很长 祈求天主去 藉着保禄的说话 也都提醒我们 帮助我们去反省 去成长 恩父 及此及圣神之名